行车纠纷 亮枪恐吓 先来看到台中市西区有两辆车 因为抢到谁也不让谁 当时驾驶下车理论 但是没有想到齐方一当的男子 从后座拿出BB枪 朝被害人车辆射击之后离开现场 好 另外在彰化也是因为争道纠纷 男子拿空气枪朝对方恐吓 警方接获报案随即调遇了 金石器画面 巡线埋伏 在一处停车场内当场人赃据获 被害人向警方报案 当时开车载车的女友 行经彰化花坛中山路时 因为道路缩减 她要切入内车道 但对方不肯 双方因此爆发口角 对方甚至故意把车开得很慢 挡在她前面 甚至还摇下车窗 拿出一把短枪坐视恐吓 让她当场吓坏了 我就拿一把枪柜是我 坐视要开枪 当然会害她 警方获报后两个小时内 就将嫌犯逮捕 男子坦诚与被害人发生纠纷 但否认有恐吓行为 天气热大家火气都不小 无独有偶的在台中市区 也发生了一起行车纠纷 两辆车因为抢到发生纠纷 透过监视机画面看到 车水马龙的大马路上爆发冲突 后方一辆白色休旅车的驾驶 这时上前理论 最后还将车往前开 企图挡住红色小轿车 另一人从后车厢取出了一把BB枪 朝红车射击后随即逃离现场 警方事后找到了涉案的两名嫌犯 全案以恐吓回损等罪嫌 移送法办 记者中部综合报道